沈一时留下的账单 让家境皇帝生出了导演的想法 奈何时机未到 又得不到东南遗住胡宗县的支持 家境皇帝也就只能暂时放下导演计划 但却开始了削弱严党的准备工作 为此家境皇帝准备调整内阁班子 命严松仍为内阁首辅 但命徐杰领时事之权 同时命严士凡高拱和张居正退出内阁 令调李春芳、陈以晴进入内阁 这次调整明显削弱了严党在内阁的话语权 最重要的是 徐杰接替严松成为内阁首辅只是时间问题了 只是家境皇帝绝不会允许一家独大的内阁出现 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相互制约 能够相互监督的内阁 如此家境皇帝才能充当裁判的角色 如此家境皇帝才能牢固掌控这个朝廷最高权力机构 和严松胡宗宪的御前谈话结束以后 内阁会议马上召开 按照家境皇帝的旨意 严士凡和高拱张居正先看账策 只是高拱张居正看的是热闹 越看越高兴 严士凡却是看得催命福 越看越生气 很快严士凡爆发了 已经明确了家境皇帝圣意的徐杰发话了 注意徐杰对严士凡的称呼 称其东楼兄而不是小阁老 此时徐杰已经知道严士凡马上就要退出内阁 自然不能再称其小阁老 奈何严士凡精明一事 连徐杰对自己的称呼的改变都没听出来 浙江官员贪默牵扯到自己 就立马失去了理智和分寸 就这份不分场合的冲动和迟钝的官场灵命度 严士凡能获得悲凉下场也属必然 这段剧情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家境皇帝为什么明确要求 叫这几个人看完了账册再宣布旨意 高拱张居正的态度不重要 因为人家根本就没参与浙江摊墨 但严士凡就不同了 家境皇帝之所以这样安排 就是为了看看严士凡的反应 就是为了试探一下严士凡 到底有没有直接参与浙江摊墨 现在没等任何人反应 严士凡就立马强调自己被害了 如果和振臂昌和貌财没有关系 他们又怎么会害你 此时的严士凡已经方寸大论 没听出来徐杰的称呼变化不熟 气势依然嚣张 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 李太还有什么用 破他喵的命都快没了 你跟我谈李太 敢情振臂昌和貌财不是你的人 徐杰接着问道 那照东楼兄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今天的内阁会议 徐杰一改往日谨慎小心的常规做法 话明显有点愁 这里面有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 严松的那把椅子 徐杰期待已久 跟着豫王混带领着清流党斗 就是为了这把内阁首辅的椅子 现在自己的位置被明确了 千年老二终于快要熬成老大了 心中自然会有波澜 其二 此时的徐杰虽然还只是内阁赐福 但根据嘉靖皇帝的旨意 他已经拥有了领时事的权力 已经掌握了更多的话语权 有权力多说话了 其三 更重要的是 清流党和严党之间 马上就要迎来总决战 徐杰这是在故意刺激严世凡 为的就是让严世凡 在旅方面前主动暴露自己 让嘉靖皇帝看到颜世凡确实参与了浙江摊墨 还是那句话 此时的颜世凡已经失去了理智 往日里的精明和智慧此时几乎归零了 他还真就顺着徐杰话说了下去 越是牵扯到自己的事情 越要装作不在乎 越要沉得住气 越要有赵德汉被查时吃炸酱面的沉稳和冷静 一看颜世凡上套了 徐杰继续挖坑 徐杰的这个问题 不管问到颜世凡高拱和张居正中的谁 都只会得到同一个答案 派自己人去 但高拱张居正可以这样说 因为人家心底无私天地宽 因为人家本就希望查出事情真相 但如果颜世凡这样给出答案 就只会是另一种效果 来看颜世凡的剑坑就跳式回答 好了 颜世凡的这句回答 几乎等于直接告诉了诸位 这件事和我有关 只有派我的人去查案 我才放心 此时的颜聪肯定在想 我怎么生了这么个玩意儿 颜世凡算是彻底跳进了坑里 徐杰似乎担心吕方没有听懂 又追加了一句陷害 徐杰说这句话的时候 镜头一直停在吕方的身上 这说明徐杰的这句话 就是说给吕方听的 吕公公 您老都听见了 颜世凡自己跳出来了 该如何给皇上汇报 您心里有说了吧 颜世凡的提议 马上就要流产 请刘党该出马了 高拱紧接着徐杰的话 给出了自己的举荐态度 许哥老师铭记 国是被这些人一误致死 我们今天还要一误 再误吗 我提议 让谭伦梳理浙江巡抚 查办此案 高拱举荐谈论的目的何在 颜世凡再清楚不过 所以他立马站出来反对 郑碧昌就是郑碧昌 何茂财就是何茂财 你要是追究是谁推荐的话 那他们还是皇上下旨任命的官员 难道连皇上你也要追究吗 从前颜世凡靠着 凡事都往宫里扯 凡事都往嘉靖皇帝身上扯 碾压了清流党无数次 但这一次颜世凡竟然将两个贪官 直接扯到了嘉靖皇帝的身上 而且还当着吕方的面 颜世凡这是唯恐自己死得慢呢 听到颜世凡这样说 颜嵩再也忍不住了 住嘴 然后颜嵩转向吕方 吕方在场 颜嵩就不能再以内阁守抚的角色 强势掌控会议进程 这份不论何时何地 都时刻注意的谨慎 也是颜嵩稳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千万不要小看这份谨慎 你尊重别人无数次 别人可能记不住 但如果你忽视别人一次 别人可能就会记你一辈子 古语有言 莫以善小而不为 现在这句话可以改成 莫以理小而不为 而后徐杰手持圣旨说道 颜世凡 高拱张居正 贵庭旨意 这句话也能直接证明徐杰 早就知道了嘉靖皇帝的决定 更能证明徐杰对颜世凡的接连发问 就是为了给其挖坑 接着徐杰开始宣旨 嘉靖皇帝需要一个充分硝烟的内阁 这种需要不仅体现在 他能凭此牢固掌控内阁 更体现在 他可以借此理由 控制内阁阁员的升降 霸主 这就是嘉靖皇帝的智慧 更是所有人都值得学习的智慧 没有缺点的人不能用 没有欲望的人更不能用 接下来的一句话 徐杰呆愣了一下 接着说道 朕听那 言松徐杰见言 朕将颜世凡高拱张居正 除去内阁阁员之职 各回本部仍任员职 内阁仍有颜松掌书 须皆实领其事 这句话一出 高拱的眼神亮了 心中一定在想 徐杰老二 原来是你牺牲了我和张居正 换来了你的首府之时啊 嘉靖皇帝爱甩锅 从不直接下令的习惯 我们都清楚 但这句话却是嘉靖皇帝 用于挑拨清 刘党内部关系的历任 徐杰被嘉靖皇帝 结结实实地 坑了一把 严党倒台以后 高拱和张居正 肯定还会入阁 有了嘉靖皇帝的这次操作 到时候的内阁 就还是一个 充满硝烟的内阁 嘉靖皇帝的帝王心术 可见一斑 圣旨念完 严社凡又是第一个 站了出来 严世凡的这句话没毛病 但他就是没看出 嘉靖皇帝 让他退出内阁的原因 还是一副 这些事都是我干的 我得让我的人 去善后的糊涂模样 高拱和张居正 则紧跟其后 坚持推举谭伦 出任浙江巡抚 清流党的内阁矛盾 先放在一边 和严党之间的争斗 正处于关键时期 绝不能掉了链子 只是 这种争论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 旅方站了出来 既然早就明确了 新任浙江巡抚的人选 嘉靖皇帝此前 为何还要求内阁 一一个人到浙江 去当巡抚呢 这又是嘉靖皇帝的帝王新术 即使退出内阁 嘉靖皇帝也不允许高拱 张居正和严世凡之间的斗争平息 这是嘉靖皇帝掌握最高权力的关键所在 嘉靖皇帝之所以选派赵真吉出任浙江巡抚 彻查浙江贪末案 有着非常理性的考虑 首先 想要查出浙江贪末案的真相 就只能选派清流党的人前往 赵真吉是徐切的学生 适合 但清流党就任浙江巡抚 还有一个极为明显的弊端 那就是很可能和严松的学生胡宗宪产生矛盾 甚至会影响胡宗宪的抗窝大事 赵真吉虽然属于清流党 但却和胡宗宪是至交 也就不会影响东南抗窝的大局 何事 好了 浙江巡抚浙江贪末案主审的人选确定了 吕方还有指示 还有上语 赵真吉对于浙江事务上不甚熟悉 你们可以取见何事人选 参与查办 郑碧昌何茂财等人 贪磨一个 关于这个协同判案的人选 严世凡即使争了过来 也已经无济于事 索性沉默不言 但清流党却志在一举扳倒严党 所以张居正听完上语 立马站了出来 新任浙江传安支县海瑞 和建德支县王永吉 清正刚职 可以协助赵真吉查办改案 我服役 我们来注意一下向来谨慎小心 一句话都不肯多说的徐杰 给出的态度 表面看来 清流党领袖徐杰 支持高拱张居正的提议 属于正常情况 但徐杰这一次的表现 却绝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在努力争取高拱和张居正的好感 努力弥补刚刚圣旨中的那句 朕听那言松徐杰建言 徐杰如此着急地支持高拱和张居正的提议 就是为了告诉两人 别生气 我还是我 还是你们的好老师 可即使如此 高拱和张居正也只是暂时退出内阁 他们所在的清流党到底胜了一局 而昔日的小阁老嚣张的严世凡却一败涂地 被徐杰 高拱张居正狠狠地虐了一把 更重要的是 类似这种被虐的情形 严世凡今后还会遇到很多